大家好,我是苏州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三四班的吴肖宇,年纪的Top10。 我选择出国留学是因为我更看重国外的教学理念。 中国的教学一般都是填鸭式和灌输式的,注重培养学生接受理论的能力。 但是国外的教学则更加多元化、全面化, 老师注重培养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团队协作意识、自我创新能力, 还有critical thinking,也就是辩证性思考的习惯。 这些都是我们踏上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财富。 留学前我看了艾特美国留学资讯宝典, 上面有美国综合大学排名,还有专业排名。 但是艾特的老师还鼓励我浏览了各个名校的官网, 还有在积极参加双双关交流会。 在艾特的帮助下,针对各个层次,我申请了十几所院校。 其中包括马卡莱斯特,加州大学系列分校, 还有伦斯特理工,凯斯西楚,高层次的有维克森林, 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我选择生物学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细胞的研究, 如果我们能对细胞的分裂周期和生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么我们的临床方法论将会有飞跃性的提升, 这对我们治疗那些癌症等长期性慢性的疾病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希望我将来的研究能减轻癌症患者的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个dream。 初三毕业,我就在艾特上了托福的技术和强化班, 高一下学期我在艾特上了SAT的技术和强化班, 还有备考班。 艾特老师对我的建议就是准备, 标划考试要越早开始准备越好, 然后得高分是没有捷径的, 唯一的捷径就是不断地刷题和整理错题。 刚开始托福手考的时候, 我的成绩里我的梦想院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但是艾特的老师鼓励我要针对自己的弱项, 反复地刷TPO小站的题目, 并不断地总结自己的错题, 吸收经验教训。 在第二次的考试的时候, 我就成绩就突飞猛进了, 获得了104的高分。 我参加了约翰霍普金斯的下校, 杜克大学碳排放实验室的workshop, 模拟生意大会, 园林义工, 还有东南大学苏州实验室的实习。 参加的活动对我的申请有非常大的帮助, 特别是约翰霍普金斯两位教授写的推荐信, 让我在申请的时候脱颖而出, 其次这些活动和经历也有助于显现自己的一技之长, 在文书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我非常推荐同学们参加下校这个活动。 写文书的时候, 艾特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老师说写文书就像写情书一样, 我们首先要对学校有深入的了解, 老师鼓励我要每周都要去看学校的官网, 因为官网上有更新, 还有教授的文章, 还有就是要积极参加招生班的交流会, 要积极地询问学姐学长这些学校的近况。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Scout对我文书有很大的帮助, 我每次绞尽脑汁写文书写到一点,两点,三点, 无论多晚我给Scout发我的文书的底稿, 一稿,二稿,三稿,他都会夜以继日地帮我修改文书, 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到极致。 我对学弟学妹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学科成绩上, 申请的时候课外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抓住自己的一技之长, 找到自己合适的课外活动, 并一直坚持地做下去。 我的期待是我能进入大学的分子实验室, 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和实验。 在这些实验的过程中, 我能与各种各样的同学合作, 包括与教授的合作。 我不仅能对自己学过的知识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我也能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 了解他们国家的文化和习俗。 Hello, my name is Scott, I'm 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counselor at Elite Education. It's my job to help students write their essays for the college applications. With Amy, she came to me with a problem about the Common App essay, how to express herself in a way that was genuine. So, the first meeting, we just got to know each other a little bit, and after we started brainstorming, how we can write an essay that will be compelling and also genuine. So, my advice was to choose a quality of hers that she thought was, that she was most proud of, that she wants to communicate. So, my advice was to put this quality, showcase this quality in a story, because a story is often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grab the reader's attention. So, every good essay has a little story in it. So, for the next several weeks,we worked together crafting a story that would be most ideal. And in the end,we came up with a story that she liked, I liked, and it was a good result. For anyone who is planning to study abroad,my advice would be to b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because living in a new environment,with a new culture can be very challenging. So, it's important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and receptive to others' opinions. So, I will be able to Integrate the Day from the22ished